我們每一天開開門 大概有122萬次 這文教的統計 整年多了下來 不正常的這四個原因 發現有超過一半以上 都是因為有東西卡住 最常常看到的就是 這人家的卡榜上頭有一種配件 再來就是筆 或是火山頭 還有爪子頂頂的東西 這文教的標示是 平常使用可以用特別的鐵膏跟東西排毒 不過如果是現場沒辦法來解決 競爪的季後車這整車的人都下車 把這火車帶回去機場遺收 所以說這也好用說 路上我們在坐車的時候 最好把牌在後面的這個卡榜用手段 而且是說牌在現場的頭前 飆在東西下落後去卡在門口裡面 近時才開始大安拿7車門要關 台北在我們每天開門關的門 才有122萬次 很多通勤的人可能都沒看過車門 沒正常的事件 這文教統計一年來 車門沒正常的原因 發現有一半以上 都是因為有東西卡住的 很多很多選在包包上 掛上這種小吊式 但北街統計這類的物品 是最常卡在門口的異物 尤其是掛在棚邊的配件 常常都會掉漆 還有筆 火山頭 爪子跟馬翠燉的油膏 也都常常沒洗離落在棚門的棚裡面 讓車門沒辦法關起來 是這個原因喔 我還真不知道 不管是什麼背包 不是都要往前嗎 台北借運通計日空一千年 有六十五輛車門沒正常的事件 只有六輛進去的就占三十三輛 去年六十二輛車門沒正常的通報 其中三十七輛也都是 身體落進去的東西做成的 超過五十的事件都很好處理 用這種膏子把東西交出來就好了 不過如果是在現場沒辦法解決 整車的身體都要坐後一台車 他們如果沒辦法關閉的話 我們列車是沒有辦法正常出發 這樣子的話也會造成整列車 車門因為沒有辦法關閉 而沒辦法出發 就會影響到整列車有一千多人 東西放進去的香檸裡面 真的是很麻煩 台北借運一直好用 拍子最好要是用手來刮 卻才是排在頭上 才不會讓東西放進去的香檸裡面 讓車門關閉起來 記者綜合報道 洗赤 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